好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他就想說 他說有一個患者在這個牙醫所補牙的時候 牙醫給患者補了很多次 但是這個補牙是越補越疼 然後後來患者忍不住了 又來看牙 結果才發現這個牙醫其實好多補牙的材料都沒有給他用上 所以就是他期間不僅花了很多錢 還遭了很多的罪 所以他就想像這個牙醫來索賠 那麼這種情況下牙醫的問題就來了 他說如果患者這樣向我們索賠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買這個醫療責任險來幫我索賠呢 其實像醫療和病患之間有很多的這個理賠的這些 有些糾纏的這些東西 其實有很多朋友會問說 我們怎麼樣去告醫生 我們怎麼樣 好像也是拿不了 這最高限額好像是25萬 我記得好像是曾經這個律師有做過這樣的回答 那麼再反過來說這個醫生面對索賠的時候 他是不是走保險的途徑 比找律師的途徑還更方便呢 我們請這個尤小姐幫忙解答一下 是的 所有專業人士 尤其像這種有執照的醫師也好 或是牙醫師也好 有診療行為的話就有一個 就是你在做醫療行為的這個糾紛喔 那像他剛剛這個說補牙齒的這個部分 其實醫生有寫一大堆這個條約祕密媽媽稀稀的 那很多人去看醫生 都沒看就簽啦 對呀 那後來收到莫名其妙的帳單 或者說這個有什麼自己應有的權益 你可能sign waiver放棄權利的這個小條字的 那你也就簽了 那他這個現在這個問題是醫生留言嗎 還是病人留言 我們把它看成是醫生留言 因為他說患者向我們索賠的話 那肯定是醫生在留言 那麼他就說我可不可以把醫療責任險來陪他 當然是的 如果他是開這個診所來做這個醫療的行為 醫生一般會買兩種保險 一種是責任險 就是進來受傷跌倒玻璃擦開乾淨 他在這個診療室裡面 這個一痛然後往下滾就滾下來了 那這個就一般責任險就可以賠給他了 那如果是因為醫療的疏失 比如說醫生那幾天精神狀況不好 或者是這個專業的這個部分 評估錯誤 又或者是他的助理沒有操作完善 那像這個部分有個專業保險 是跟著他的執照走的 那跟著他執照走的話 真的是醫生不對的話 他的專業保險 他的這個error and omission 就是他的這個疏失跟專業保險 就會來做賠償 那這個通常是看到這個醫生的年份經驗 還有他以前賠償的紀錄來做一個估價的 還包括他的營業額 他是一個月是看這個三個病患 還是說他生意非常好 是看300個病患 那按照他的這個生意的營業額 營業額他的年資 他以前的出險紀錄 就可以給他做一個完善的這個保險的這個規劃 那他這樣就可以很安心 很多人不是自己出錯 他會讓他的助理去幫忙洗牙 漂白牙齒或幹嘛的 那他這個說什麼用了少了一個劑量還是份量的 那這個東西是比較少見的 比較常見的是他拔牙的時候拔錯科了 或者是呢這個有些這種是比較明顯的錯誤 那個比較明顯的錯誤 但如果說他是因為這個少放這個材料 對真的是比較少見 但如果真的有這個情況 當然當然的他的這個專業保險都會拿出來做理陪的 這個所有的醫生有執照的醫生 從他們在學生的時候應該就有這個觀念 都會去趕快買一個專業保險跟著他的 明白了 好的好的非常感謝我們副達商業保險的保險 規劃是由惠寧小姐先進行 其實我忘了要提醒一句 可以提醒一下我們消費者嗎 完全可以多提醒兩句 好的如果我們是一般的這個消費者 不管你去看牙齒啊 你去做臉啊 或是你去什麼骨科 牙科 鼻科 任何一科 如果你發現醫生有錯 你一定要在發現之後的一年之內 趕快要去提醒醫生 他有個有效期是嗎 是一定要在一年 那如果呢 你已經長期都在那邊治療有沒有 你在那個治療 就是在他的追溯期是三年 所以你一發現一年之內 你就要趕快去找醫生負責了 那他的追溯期是三年 所以你要趕快 不要說遲疑 考慮了三年 五年 十年 然後自己覺得餘心不忍 最後下定決心要去告他 過了三年 過期了已經過期了 過期不後了對不對 加州是有追溯期的 是三年 所以大家如果有這個現象 趕快就要去 真的有你的權益真的需要告的話 去維護了 對不對 好的 非常感謝您的補充 謝謝我們的副達商業保險 保險規劃 規劃師 尤惠林小姐 謝謝